今次想介紹一隻好東西給大家 小管豬已經用了十多年了 就是喜馬拉雅癌 這隻鹽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除了它的樣子比較漂亮 其實還很有益 我們一起看看究竟它有什麼好處 鹽是我們家裡的必需品 尤其是你會在家裡煮東西 基本上你每天都會用到 但是你有沒有小心地選擇過呢 還是隨便使用呢 雖然用量是小的 但是每天都用 如果我們選一隻有益一點的 就可以很輕鬆地養成健康的習慣了 鹽其實就是綠化蠟 提供我們人體必需的電解質 有時候我們想知道腎功能正不正常 都會抽血鹽一下蠟甲等等級正不正常 一般常用的有餐桌鹽和海鹽 還有這一種癌鹽 餐桌鹽其實是精製鹽來的 沒有什麼益的 裡面會有添加劑 例如一些Andy Kicking Agent 是幫助它保持乾爽 不要黏一塊 海鹽其實都已經好好天然 但如果想講究一點的話 可以考慮用這種喜馬拉雅癌鹽 這一種鹽有很多顏色 由白色到最常見的粉紅色 到深紅色甚至乎黑色都有 不單是漂亮 對健康還非常好 那其實是不是越深色代表越好呢 基本上越深色又真的越多礦物質 但是一般來說 你買一些粉紅色的就已經可以了 深色那些尤其是去到黑色那樣 聽說裡面的含量會比較高 變成煮食的時候 可能味道會太重 這些鹽裡面大約含有84種礦物質 當中我們最熟悉的有鐵、鎂、鎂、鎮、鎪 還有鈦這一類 雖然每樣我們都要很少 但就必須的 例如對於某些賀爾蒙的合成 和肌肉的正常運作 和保護我們的心血管都會用到的 如果越深色代表 抗物質的密度越高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很喜歡煮食的 就真的要馬上開始用這種鹽了 因為這種鹽可以用少一點的份量 但有豐富一點的味道 也是因為它裡面有不同的礦物質 我發現我用了這隻粉紅鹽煮食之後 真的用少了鹽 而且我現在如果用餐桌鹽 是絕對吃得出沒那麼好吃 不同的大小就有不同的用途 如果是一些很幼的 就是一般當是煮食的餐桌鹽 一大塊的我喜歡薄碎 用來煲湯就放一塊下去 至於有些玻璃瓶上面的磨的 我用來煎牛扒之後 若然你喜歡吃鹹一點就可以放多一點 即是可以根據每人需要煮好之後再放 也挺方便的 那瓶也是二十多元而已 另外它一個妙用就可以美容排毒 早上可以拿少許的粉紅鹽 開一大瓶的暖水 喝了會幫助你排便 而且還很溫和 不會說搞肚一樣 同時間還可以補充礦物質 另外如果你用海水洗開鼻 也可以用這個鹽開水洗鼻 還有一個用途就是用來做肉鹽 如果做肉鹽的話 大家可以買一些專門用來做肉鹽的粉紅鹽 會比較便宜 用它來浸浴真的很放鬆 如果想效果好一點 還可以加你喜歡的香薰油 加強的效果 喜歡這段影片請大家分享給朋友觀看 訂閱幸福小館和留言給我 多謝